大陆上海新增的本土5982例 进入的半封城 而现在传出了 有可能是因为买不到菜 竟然到绿化带摘竹笋 还有男子被拍到滑皮艇渡黄浦江 疑似要透渡 屋外飞来一张张钞票 数张百元人民币落在窗台 看得屋主大声惊呼 对面有人在撒钱 钞票满天飞舞 小朋友忙着捡钱 网络传言可能是上海封城 居民没地方花钱别疯了 直接撒给大家用 上海还有人拍到一位大爷 竟然在绿化带摘竹笋 估计是抢不到菜 开始对路旁的植物下手 上海封半尘以黄浦江为戒 竟然有一名男子 在苏州河上滑着充气势皮艇 疑似要偷渡 被警方拦截送回家 原来他是疫情在家无聊 才出来划船 普通封锁进入第三天 居民被要求足不出户 指的是除了核酸采样 不能走出家门 比如说在小区里的散步 比如聚集在一起攀谈 还有遛宠物等等 而在浦溪距离 4月1号封锁倒数 即时便宜的平价超市门口 大排长龙 民众转向贵的进口超市 以为没人 结果结账区照样挤满人 绿色蔬菜被抢个精光 只有香料 在这了 这了 这了 这你都补了 看也不看来不到 冲了 上海封城对外资企业打击巨大 连锁店优衣库87家门店中 约半数属于停业状态 日期Sony当地合资工厂暂时停产 美国电动车巨头 特斯拉的上海工厂 也决定停业四天 全球货柜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上海港 虽然维持货船卸货的作业 但运输用的卡车无法进港 物流出现停滞 日系的两家航空公司 货机在2829号停飞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事务所表示 如果封城的时间延长 可能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影响 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政府在昨天完成了 明年给高中生的教科书审议 为了培养学生的表现能力 跟想象力 连去年爆红的动漫 《鬼灭之刃》 也编进了课本里 翻开课本里面居然出现 超红动漫《鬼灭之刃》 日本编定教科书内容 希望培养学生的表现能力 以及想象力 日本政府审定通过239册 给明年高任学生使用的教科书 其中最可能引发邻国争议的是 在历史课本中 针对慰安妇的词汇做出修改 去年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用词 把有强制押走女性成为慰安妇的 从军慰安妇一词改为慰安妇删除遭到强迫的寒意 也把强制押送韩国工人到日本工作 改成动员等词 教科书业者也跟进 将课本中的相关词汇做出修改 此外也有课本将主导列为日本的固有领土 对此南韩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 指出南韩对于高中教科书 扭曲日本殖民时期的历史深表遗憾 日韩关系原本才因为下一任总统 隐席约的当选看到一丝曙光 经过这次教科书改编仪式 也许会让两国关系再度倒退 记者廖安妇综合报导 防疫期间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 这一台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 感谢观看